游堂最大的發展區就在這裏 整個游堂灣那邊 一個地方有發展是好事 尤其是最賭人的地方 我就覺得應該最賭財 一個地方越旺不良做生意 整個環境的改善 政府投放的資源都會多了 不良什麼地方發展 人口紅利真的很重要 所以中國內地的政策是鼓勵多些人生小朋友 山上就是公屋為主 接下來也會有很多私樓供應 有些人覺得一個地方有很多私樓供應 其實是一個很差的事情 但我的想法跟他們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一個地方 可以吸引很多私人發展商進去 然後有很多人願意投資 那區是越早越旺 對整個區的商業、住宅 所有發展都會好 你住在山道 層樓10年、20年都是同一腳架 但是如果一個區是不斷發展 不斷聚集人口、人氣、活力 是一定會上去的 當然最重要都是入貨價 如果入貨價太貴 你買下去已經坐著 公子 你真是懂得貨 那麼多船不選擇 你選擇我的地上 我出早名夠快的 是嗎 喂 這船在沉著 是啊 沉得快而已 好 好